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大家伙看这期节目的时候 应该已经过年了 那因为过年 所以咱们这节目呢 稍微往前凑了一点 其实我个人蛮感触的 因为来到海外之后呢 过年的概念越来越淡薄了 两头够不着 有个朋友贴了个贴子 讲到了塔塔尼克号 当时船上坐了一个富翁 亿万富翁 而那个年代的亿万富翁 在全世界屈指可数 据说是可能是梅西的美国的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了 梅西的这个总裁 她的妻子怀孕五个月 在塔塔尼克沉的时候 女人和孩子先上救生艇 她跟这个船员说 她的太太怀孕五个月 她可不可以陪着太太坐船 走 船员不干 船员说 女人 孩子先走 男人必须最后走 那这个亿万富翁就留下来 最后发现她是被船的烟筒砸死了 而当时她的兜里面揣着一个 两千五百美金的现金支票 两千五百美金值多少钱 相当于多少钱 当时在塔塔尼克号上面的水手 船员一个月的薪金不足二十美金 他并没有拿出他的钱 现金支票 买出生路 而是他自己听从船员的说法 坐在那等死 有朋友贴了一个帖子 后来我就回了一个帖子 我说希望男人既绅士的年代 能够重新再现在中国的土地上 男人就是绅士 那是人生活的环境 而不是男人是猴 女人是猴 是高级动物 那是对人的侮辱 那这期节目呢 是我们20也就是扬年的第一期节目 所以扬年在我的概念当中 我还是这么说 2015是一种大审判的年代 有些事情该了断了 结果有的事情呢 年前就了断了 BBC有篇报道 最高检察院拘押了苏荣调查受贿罪 中纪委16号公布把苏荣双开 而最高检察院17号就对他立案调查 中纪委调查认定苏荣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大肆卖官 那自身严重腐败 支持纵容 亲属利用特殊身份 擅权干政 谋取巨额非法利益 双开开除公职 开除这个党员 就是苏荣现在是无业游民 在无业游民的时候 那最高检察员抓他 那其实我就说 他一切的动作都完了 只不过在报道程序上 有这么一个阶梯式的做法 那他 那他关键很在哪呢 他很在就不让他过年 一定在年前吧 很到这儿 说实话是很到那儿 也就是说 马年的事必须马年吧 这是在我的眼睛里 这种震慑作用 这种狠劲最关键 那BBC的另外一篇报道 广东政协主席朱明国被双开 网民围观 大年三十的前一天 17号 中纪委宣布 朱明国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无视党的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 严重伪计违法 并且党的十八大之后 仍然不收敛 不收手 性质恶劣 情节严重 被干掉 我觉得这罪名无所谓了 现在像这个级别的被干掉 就无所谓了 对吧 那在真正有所谓 咱们只看 我觉得在我眼睛里 郭伯雄都无所谓 就看曾经红跟江泽民 他们一家啥时候整 整什么罪 我觉得那个其他都没得看 无所谓了 过年连韭菜都不算 那真过年连韭菜都不算 如果朱明国这样的身份 能算得上过年韭菜的话 你说能至于在他年前就咔嚓他吧 你说这一家年怎么过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今天反腐手头硬 得罪了全朝的人 这全朝都是江泽民年代的人 人家干了二十多年 培育起来的这前朝的人马 对吧 腐败也好 这也好 那也好 那是工作和生活 那叫仕途 那叫党的事业 今天全被你咔嚓了 这里就有问题了 你今朝的官要待多长时间 明年是2016年 第一年第二年就要完了 对不对 明年就要最后一年了 2017年那第一个五年就没了 你能活多少 你能待多长时间的官 更何况王岐山已经在讨论退休的问题 当一旦下来的时候 可不是儿子接班 当不是儿子接班的时候 你知道今天被打的人 明天就能起来 共产党有个词叫做 招血贫反 对不对 一招了血了 贫了反了 媒体在党的体制之下控制了 今天党的体制说的一切的话 明天党的体制全都给他翻过来 骂 一个人写的 今天骂他 明天骂他 写那篇文章的人是一个人 为什么 他挣工资 挣钱 吃饭 让我骂谁就骂谁 无所谓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骂的什么我都不知道 骂谁我也不管 他是这个 那个时候怎么办 所以这是 我跟大家提出这个疑问 就是今天的独裁的 大家说的所谓的独裁的概念 他是走不下去 但是呢 中民国这事呢 你透显出今天的力度大 这是事实 那与此同时呢 法广登了一篇文章 文章题目这么讲 郭伯雄的名字出现在春节领导人探望的老同志的名单里 在这期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已经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有人认为呢 那郭伯雄可能没事 有人认为呢 郭伯雄有事 那我自己的看法呢 你记得去年 2014年 1月20几号 对吧 郭伯雄跟徐才厚同样是陪同的习近平 见了老同志 对吧 那我们知道后来呢 就有一点 后来有一连串的报道说 当时这个徐才厚呢 一直想 一直在跟习近平搭线 想说两句 说习近平没理他 反正这种话都比较多 那今天郭伯雄露面的概念呢 还不如当初呢 当初呢 徐才厚有照片 有镜头啊 今天连个影都没看见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我跟 我刚才在这期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讲了 今天反腐的人 就是这么气齿咔嚓 对吧 刚才讲了 朱明国在大年三十的前一天被双开 而苏荣是在大年三十的大前一天宣布双开 第二天就宣布被最高检察院抓了 它代表着什么概念 我跟大家强调过 今天我们看到的被反腐的人 你可以把他直接讲这是遭报应 而这些人为什么遭报应 是他过去的年代里所作所为 而过去的年代是什么年代 是江泽民的年代 对吧 那整体的下手这么狠 这个概念是因为要对前朝整体的否定 为什么对前朝的整体的否定 我们回到2012年 没有王立军的事情 没有薄熙来的事情 习近平不知道他被江泽民曾庆红玩了 他绝对不知道 所以2012真相大白 不是仅仅是对我们 对今天主政的人也明白 有关2012年习近平审引那段 还有人嚼 大概一个月前还有人胡说八道 我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他一定就要一个条件 你今天让我接班 必须把政治局常委9个变成7个 必须砍死政法委 那时候头有高人跟他说了 因为已经知道了 这个时候习近平自己知道 随时江家的人马会杀他的头 什么罪名 周永康的罪名 薄熙来的罪名 朱明国的罪名都可以放在他脑袋上 很简单 非常容易的 对吧 今天反腐 我们看过了三年 两年多到三年 今天我们看到反腐的力度和他的难度 这个力量就是吃死当年习近平王岐山的力量 你一定正反相看来 当大家高呼说他反腐的力度大 他反腐敢下手 他表明了什么 他表明了2012年18大对他们俩的压力 表明了2012年18大 他们俩冒着掉头的危险 掉头的现实 以这样的现实 知道自己被人耍了 当傻瓜给玩了 他反过来 他要忍得下去出得了手 忍得下去 2013年就一直在忍了一年 只抓围绕着薄熙来有关系的人 那个东西是能抓的 只抓个人 没提山头 没提帮派 什么都没提 对不对 一直忍过三中全会 即刻就杀到 能忍 能砍 为什么 你不砍他 他砍死你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